第八百五十四集 去吧 王前天回应一句 便坐下来休息 处于归西状态 尽可能避免力量的异散 而此刻的外界 北公子于一脸茫然地 看向身边的夜晨 心中掀起万丈惊涛海浪 他的眼眸几乎瞪大 啊 怎么可能 师父就是这样坐着和我论道 居然都能感悟大道 再进一步 直接突破到地尊境九层天 他总算感受到夜市天 真正的可怕了 他见人无数 也没见过这种妖孽呀 照这样下去 应该用不了多久 师父便晋级神王境了吧 北公子于左手 轻轻搭在夜晨的肩膀上 传送过去一道道灵力 帮助夜晨稳固境界 心中窃喜道 我的小师父啊 你一定要尽快成长起来啊 以后我靠你了 你不在 我用寄灭之力打人 你在 你帮我打他们 尤其是爹爹 最烦了 居然把我卖了 这次 你可要好好教训 沐风和金刀门 到时候 带你看一场魂族的盛会 一定可以让你实力暴增 许久过去 夜晨微微睁开眼睛 感觉自己力量更强 境界也无比稳固 他看向北公子于 温润地说道 谢谢 哎呀 没事了 哎 师父 我已经懂了 我去参考一下 你好好准备 明天的擂台赛 北公子于刚打算离开 夜晨突然想起了 灵运先尊的事情 脸盲拉住了北公子于道 等一下 北公子于焦躯一正 当看到夜晨的手 脸色瞬间飞红 呃 师父 夜晨这才意识到不妥 脸盲松手 子于 为师听说灵运先尊 和北公家族关系不浅 你可知灵运先尊的下落 北公子于皱了皱眉头 急促道 师父 灵运先尊我听说过 来过家族几次 但都是和父亲聊一些事情 至于他的下落 我就不知了 哎 要不要我去问父亲 夜晨无奈地摇摇头 不必了 你去感悟吧 线索就此中断 北公子于看了一眼夜晨失落的样子 没有多问 只能离开 他猜测师父恐怕是仰慕灵运先尊 毕竟 先尊二字在灵武大陆的含金量 可是空前的 很快 北公子于回到自己房间 但是怎么都安定不下来 北公子于在自己的闺房中 辗转反侧 睡不着也无心修炼 脑海中 无时无刻都浮现出夜晨的模样 直到第二天早上 王奇都兑换完了丹药回来 交给了夜晨 北公子于还处于这个状态之中 夜晨倒是一心一意地服用入神丹和盗运丹 尽可能地完善自己的大道 要将不灭剑道 从95%完善到百分之百 如此一来 便算作是半步入神境 只需要得到仙气便能突破了 夜晨在修炼 北公子于辗转反侧 王奇和郑伯在下棋 然而 外界关于夜晨和北公子于的事情 却已经传开了 上到老弱妇孺 下到幼童都知道 北公子于亲点手下搭救夜晨 甚至手下不惜对抗金刀门的木风 对抗七小姐的未婚夫 显然 这位未婚夫要失事了 还没来得及成亲 恐怕就要被修掉了 一座座城池的 帝尊境入神境 都在前往万山山谷中 路途中最有趣的话题 自然是夜晨 穆峰 北公子于三人 舞者们议论道 听说呀 穆峰公子恐怕要被修了 是啊 听闻穆峰公子 带着长辈去找夜市天的麻烦 居然被七小姐手下的正老给拦下了 这等大帽子 华丽丽的戴在穆峰公子的头上 哎 不对 边上有舞者提醒道 哪里是大帽子 简直是头顶大草原呢 要不然 穆峰公子至于大张旗鼓的叫了父辈 甚至爷爷辈的强者 去找夜市天的麻烦吗 他一副深邃的样子思索道 依我看呐 八成是夜市天和七小姐 已有夫妻之时 穆峰公子气不过 所以找父辈强者撑腰 上去找麻烦 结果让正老给赶回来了 好像穆峰公子的师父都被正老重创了 整个金刀门都处于爆发之中 你看看那些金刀门的弟子 各个都跟吃了炸药似的 欠谁不爽就上去干 摆明了他们大师兄被戴了绿帽子 他们也不高兴 各种言论满天飞 飞鹤店负责主持大笔的长老 都不足叹息的摇头 他们可知道这事的原委 明明就是两个后辈相互要挟 怎么传着传着 就变成夜市天给穆峰戴帽子了 还已经和七小姐有夫妻之时 明摆着夜市天喊话的时候 都没见过七小姐 就是他们两拨人在空中叫嚣 可下面就是一座巨城 声音震天 几百万人都听到了 于是乎无数舞者自行脑补 现在其他门派的弟子 看金刀门目风 表情都是无比古怪 连带着其他金刀门的弟子 都遭到了极为特殊的目光关注 每一个人都气得恨不得杀出去 今天是百宗乾坤大笔开始的时间 各大宗派弟子 各大散修等等 也陆陆续续赶来参赛 等候排名入赛 沐风率领师弟师妹们赶来的时候 瞬息间 数十万人目光都聚集到了他身上 他目光扫过众人 冷声道 夜市天 今天你敢参加擂台赛 我便让此地成为你的坟墓 然而 沐风的威胁在其他人眼中 看着却是大为不同 不少人窃窃私语道 这沐风天赋不错 可没有舞者该有的心性 成不了大气 估计夜市天真和七小姐有些关系 不然沐风怎么可能如此愤怒 没错 听闻沐风公子那方面有问题 不得七小姐的心 夜市天 地尊敬八层天 干凭神王敬五层天肯定能行 难怪七小姐看上他了 看沐风气成这样 十有八九是真的 沐风不发怒还好 毕竟是房间传闻 很多人不相信 结果 沐风一到场就宣布要杀夜市天 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 那些传闻是事实吗 沐风自然听到一些言语 气得鼻子冒烟 怒视着那些谈论的舞者 拔出长剑准备杀出去 等等 别出手 边上一位内门长老 神色阴沉道 他们可来自于各门各派 你想要让我们金刀门 触犯众怒吗 可是 别可是 内门长老深呼吸一口气 也忍着愤怒道 夜市天那个小白脸 会来参加擂台大比 到时候你虐杀他 为了你自己 也让我们解气 好 沐风无比纠结 最终强忍着没出手 把手中的半部神王器 都捏变形了 夜市天 夺妻之恨 本公子不杀你 势不为人 就是你的全家 我都不放过 每一个 我都要将他们拔皮抽筋 凌迟处死 放解我心头之恨 你不必担心 这次大比 由我们四大派 和北宫家族的政老 一起主持 可能前两三场 没办法把你和夜市天 安排在一起 那位内门长老 冰冷地说道 但是第四场之后 一定会将你和夜市天 安排在一个擂台 到时候 你可以无止境地折磨他 不止这位内门长老 这次参与主持大赛的 金刀门的太上长老 沐风的大伯 沐随愿 也是无比愤怒 自己亲侄儿的媳妇被抢走了 还只能在这种场合报仇 简直是我金刀门之辱 必杀夜市天 哪怕得罪北宫子豫 也要杀了这个小白脸 百宗乾坤大比 以往是由飞鹤殿 金刀门 真空寺 紫林宗 各自出混元镜强者 主持大赛 并且由四派出动四位强者 作为裁判 主导各大擂台的胜负 如今多了北宫家族 他们所臣服的北宫家族干涉了 混元镜的郑伯 成为第五位主持的强者 哪怕郑伯只是北宫家族的下人 地位也比各派混元镜长老要高 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审之位 人群中 师父啊 你觉得你能排名多少 钱一百可以吗 北宫子豫拉着夜晨的衣角 好奇道 还是说前五十 有机会吗 夜晨仿佛俯视数十万参赛舞者 眸子一凝道 这次的百宗乾坤大笔 我只要第一 第一 北宫子豫皱了皱眉头 师父 肯定在开玩笑呢 虽然他认为夜晨很强 但是这第一可不是一般人可以亏损的 在他看来 夜晨能进入前十便烧高香了 毕竟师父底蕴太低 又是来自低五未灭 和他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师父 这里可是汇聚来十五万舞者啊 都是地尊镜和入神镜啊 天梦中的强者来了一半啊 都是土鸡娃狗而已 夜晨也不在意 以他现在的战力 入神镜九层天还真不看在眼里 除非对方真拿着混元仙气来战斗 武器都比自己高一阶 那才麻烦了 自己的越级能力 虽然不太依靠兵器 但是入神镜九层天 有混元仙气的话 也能爆发出一丝空间法则呀 到时候 除非兵剑仙尊帮忙 否则自己不见得能拿得下对方 师父 那今天看你表现了 就在这时 几个气息恐怖的老者 向着北宫子玉走来 郑伯 北宫子玉拉着夜晨的衣角 目光又落在其他几人身上 微笑道 各位长老 这位是我的师父 夜市天 他会代表我们北宫家族出战 一定会打得很精彩的